亚太报道 不顾香港民意高调支持特首林郑月娥和香港警方 在台湾的香港青年表示 港人不会停止抗争 香港部分公务员表示 愿意成为政府与市民的沟通桥梁 中共当局为前总理李鹏举行高规格的智商活动 引发外界对目前香港局势的揣测 是什么原因让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 韩国电影却在中国大陆被禁演呢 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中国民间六四天王创办人黄奇 被控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与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一案 本周一被四川省绵阳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12年徒刑 黄奇多位辩护律师早前被迫解除委托代理 有律师分析以黄奇的性格必会提出上诉 国际特赦组织也对黄奇遭重判表达了关注 今天记者乔龙的报道 绵阳市法院本周一在官方网站发表黄奇被判刑的消息 全文不足160次 称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黄奇 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 公开宣判认定黄奇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剥夺政治权利4年 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万元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 剥夺政治权利4年 并出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万元 曾经担任黄奇律师的隋木卿认为 黄奇被重判在意料之内因为当局是借黄奇案打击民间组织 黄奇曾公开批判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 在开庭前几个月 黄奇的多名辩护律师隋木卿刘振青 李靖玲等相继被解聘 黄奇的母亲蒲文青则被软禁 一位熟悉黄奇案的法律界人士冯先生 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黄奇案的定罪偏重 因此量刑奇典也重 但问题是黄奇案中的所谓绝密文件 当时不涉及秘密 黄奇被捕后才将其列为机密文件 他说 黄奇的事情是判得中 但是按照国安方所定的基调 他本身就会判得中 因为所谓的秘密文件 他鉴定的密集是绝密 为境外组织提供国家绝密文件 其刑事十年 那么相应的另外一个罪名 虽然刑期要低一些 但是他也会 因为泄密也是写的绝密文件嘛 所以他也会刑期判得比较高一点 2016年11月28日 黄奇在六四天网工作室 被绵阳市公安局警察带走 两周后他被以涉嫌 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批捕当局指控黄奇 有罪的这份所谓秘密文件 当时没有单位和名称 没有盖公章 没有签字和签名 在整份文件中找不到秘密两字 法律界人士冯先生说 所谓黄奇泄漏的那个内容 在当时它并不是国家秘密 当然更不可能是绝密件 泄露国家秘密和为境外主持 提供国家秘密它都是故意犯罪 关键是当时并没有被认定成为 国家秘密的那么一个东西 国家秘密那是事后最佳的 所以黄奇不可能有那两个罪名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 潘家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该组织非常关注黄奇被绵阳法院判刑 对于黄奇的判刑 两个罪加起来一起12年 它那个所谓的犯罪事实 看不到有任何可以说为 是违反相关的法律 所谓的国家秘密也是非常含糊的定义 我们是表达非常关注 经验初以来 黄奇的母亲蒲文青受到当局软禁 外界无法得知蒲文青有无参加旁听 四川访明周女士对本台说 现年55岁的黄奇于1999年创办六四天网 2004年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和法兰西基金会授予黄奇第二届英特网自由奖 两年后黄奇获第六届中国人权青年奖 其后又获赫尔曼哈米特奖中国民主斗士奖 黄奇为此付出承重代价 两次入狱总共坐牢八年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香港的反送中浪潮持续了近两个月 民间要求特首林郑月娥下台 以及彻查警方滥权行为的呼声仍未停止 但北京却全面启动舆论攻势 高调支持林郑月娥依法施政 并且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 此举被香港民主派批评为不问是非 默示民意 请听记者吕希的报道 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港澳办 周一含有在北京国新办召开记者会 就香港当前的局势表达立场 港澳办发言人杨光指 近期香港就政府修订逃犯条例 发生了一系列的游行示威和暴力事件 中央政府一直密切关注香港局势 他指出香港市民对于修理的疑虑 是由于对内地情况的了解不多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和媒体 散播威严耸定的言论 制造社会恐慌 阻挠法案通过 一些寂静示威者蓄意制造暴力事件 导致事态不断升级 他表明三点立场 包括中央坚决支持特首林郑月娥 依法施政 以及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 中央政府坚决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 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 坚决支持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 依法惩治犯罪分子 坚决支持爱国爱港人士捍卫香港法治的行动 我们特别理解和体谅香港警队及其家人 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借此机会 警向一直坚守岗位 克尽职守 忍辱负重 无惧无畏的优秀香港警察 致以崇高的敬意 另外他要表明 希望香港社会 旗次鲜明的反对和抵制暴力 希望香港社会坚决守护法治 并希望香港社会尽快走出政治纠纷 集中经历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他指香港乱下去 全社会都要买单 对外界关心中国驻港解放军 会否介入香港事务 他只是表示 香港基本法有明确的规定 让记者自己回去看 而对于7月21号 元朗的白夜人暴力袭击事件 是否涉及警黑勾结 他指香港警务处处长 和中联办已经明确的表示 又批评这些传言 都是毫无根据的污蔑 至于香港社会 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他没有正面的回应 只是说 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是依法惩治暴力行为 他又狠批外部势力 揭露香港事务 刚才我已经谈到了 暴力就是暴力 违法就是违法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 容不得任何外国横加干涉 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客 频频地在这一段时间里 说三道四 披头论嘴 甚至给一些人撑腰打气 对于港澳办的言论 香港亲北京人士纷纷表示 体现了中央对于特区政府的信任 但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范国 为着批评 港澳办无视港人的诉求 港澳办只有立场不问是非 坚持特区政府的错误 港澳办看不到香港人很清楚 很明白的五大诉求 反而是发表一些自相矛盾的言论 去盲目支持特区政府 他讲到 希望香港社会走出政治纷争 以及维护法治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今时今日的林郑月娥特首 正正是香港现在巨大政治争议的罪魁祸首 而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就认为 港澳办的发言反映中央误判形势 但心冲突持续 最终会断送一国两制 既不可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既不可以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亦仍然继续支持林郑月娥执政 这代表了政治问题得不到政治解决的时间 而港澳办是期望特区政府继续像现实一样 依赖警队作为一个平息民怨或民分过程的工具 我是很担心冲突场面继续恶化 令最终触发中央政府要运用军队入城的做法 作为最终手段从而葬送一国两制 而在同一天 人民日报海外版就连发五篇有关香港的文章 其中头版的评论 点名批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 确信61个驻港总领事馆以及机构 呼吁对香港发出旅游警示 文章认为民政的港独属性再次暴露无遗 又指民政针对修例 策划组织实施极端暴力违法活动 严重冲击香港的法治根基 危害香港的安全稳定 损害香港形象 而民政请求外国对香港发布旅游警示 是处心拉外丸 而另一篇文章就批评香港激进分子 以和平示威为名 不断制造恶性事件 面对这种情况 特殊政府和警方不应该有任何的犹豫 也不应该再温柔如保姆 对暴徒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 周二日电台记者吕希香港报道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首次召开记者会 表达坚决支持林郑月娥依法惩治暴力的立场后 台湾各界纷纷表达对港澳办立场的反对 在台湾的香港青年就表示 对北京未有正面回应表示失望 并强调港人不会停止抗争 以下是本台记者夏小华 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大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召开国际记者会强调 支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依法惩治暴力犯罪人士 支持警方严正执法 一国两制底线绝不能容忍 并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容不得外国干预 批评西方政客就中国事务 说三道四是想把香港搞乱 把香港成为中国的麻烦 在台港生港人组织 香港编程青年其召集人何永彤 29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 只要有人不支持中国 或者反对中方的施政 就会被中方视为外国势力干预 这显示中方无视于民众 有自发性反对他施政的意识或决心 在街头上的每一个人 基本上都是自发 我看直播啦 有人直接是闻到吹了烟之后 在路边吐 然后吐完之后他还会继续上前 你会觉得有任何的外国势力 或者任何的外来力量 可以让人有那么强韧的意志吗 何永彤认为 国务院的回应令港人失望 北京也没有打算解决香港问题 只是继续支持以武力清场 但是每一次清场后 香港人的意志更坚定 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也认为 29日国务院港澳办的记者会 没有什么新意 如果中国政府表明介入香港 很容易被美国政府用作筹码 用作贸易战 所以中国政府始终跟香港保持距离 而对于发言人杨光 将香港反送中示威 指向是西方势力干预 林荣基说 在台湾 总统府表示 香港政府必须拿出诚意 回应人民的诉求 只有诚恳面对人民 才能够化解社会冲突 也反对任何以不法暴力方式 弹压追求自由民主的渴望 国民党发言人黄新华说 国民党也期盼中共的军事力量 切莫误判形势 而且有出现这种提油放火的状况 如果这样的状况发生的话 此举不仅不治 而且会再度的加深 港民心中对中共的反感 而针对港澳办发言人强调一国两制的实践 取得局势公认的成就 黄新华强调 国民党坚决反对以一国两制 处理两岸问题的立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 香港多名中级公务员 早前先后联署 就反修例风波表态 部分公务员更发起了星期五晚 以个人的名义在中环浙打花园集会 以表达公务员愿意继续谨守岗位 并积极成为政府与市民的沟通桥梁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计划星期五晚上七点 在中环浙打花园举行的集会 名为公仆同仁与民同行 本身是公务员的延武州 是其中一名发起人 他强调公务员在履行职责时 需恪守政治中立原则 但脱下职员证和制服后 也只是普通市民 也会对目前的局势感到焦虑 希望把香港公众 对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诉求 传达至政府管制团队 香港局势不断升温 场面越来越激烈 政府的处理或回应 却未能回应市民诉求 未能对症下药 市民或者大众对于政府的观感 或者对公务员团队都有所落差 这次发起的集会就是希望把市民的声音 转达给管制团队知道 我们的集会是和平理性的 不会有任何后续行动 集会以和平理性为原则 欢迎公务员及一般市民参与 严武周强调 集会仅代表个人 而不代表任何组织和部门的立场 他说 无意跟政府搞对抗 也不存在所谓的兵变 目前没有计划举行罢工或案章工作 以邀请到特首级司长就香港局势 与公务员同事面对面交流为目标 香港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绸廷认为 香港政府出现管制危机 如果由权威学者进行独立调查 相信会有公正结果 这委员会不应针对警队或某方面 无论如何政府应该采取行动去降温 否则政府将无法维持正常管制 我们也呼吁公务员必须谨守岗位 不过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 实施委员会受理主席彭佳浩认为 即使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但如果政府不接纳 不检控示威者撤回送中恶把等五大诉求 抗争仍会持续 香港理工大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钟建华表示 基于部分公务员不愿意让身份曝光 相信星期五的集会参与人数不会太多 但并不表示政府可以掉以轻信 因为随着过去几个星期 就是死被游行的技术越来越多 反正这个对抗越来越强烈 警方的取得方法也是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公务员的组织啊 团体啊 个人啊 在网上在其他平台来检视 他们对政府的处理方法上 中建华认为 目前香港公众普遍对警方的作风反感 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就算不能马上解决所有问题 也起码可以起到缓和社会气氛的作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 香港报道 香港数十个社会团体最近发表公开信 表达他们对反送中示威活动的支持 并强烈谴责上周日 元朗地区发生的黑社会 袭击市民的事件和警方的独职行为 而与此同时 另一些港人以及北京政府 则支持香港的警察 维护社会秩序 谴责示威者的暴行 被一场又一场警民冲突冲击的香港 是否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分化呢 以下是本台记者家傲的报道 因香港政府此前推动修订逃犯条例 引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运动 本周末继续发酵 周六 上万名港人齐聚元朗 抗议黑社会团伙一周前 在当地火车站袭击示威者 和无辜市民的暴行 周日 香港警方在中联办附近 向示威人群发射了十几发催泪弹 并追打身着黑衣的抗议者 一个月来 香港各地基本每个周末 都发生了暴力冲突 不少港人认为 香港街头连日的紧张局势 与港府的无动于衷 形成了鲜明对比 上周 包括港铁 消防处 陆政署的香港几十个政府部门 社会及商业团体的成员 纷纷发表公开信 严厉谴责港警无视 甚至纵容黑社会 殴打市民的独职行为 香港时事评论家 资深媒体人李仪认为 香港反送中示威活动 正逐步发展成一场全民运动 应该算是慢慢扩展吧 因为每一次行动之后 政府跟警察都失分了 都让人家看到更不好的一面 虽然有很多人觉得 自威者行动越来越激烈 但是它基本上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随着公共舆论急速膨胀 香港网络讨论区连灯 成为了反送中运动的一大发声平台 一封在联灯论坛上广泛传播的 跨部门公务员至香港人的公开信写道 香港一向以治安好 自由度高而著称 但近两个月来 他们却看到了港府 对市民抗议活动的极端欺压 在此期间 广大市民提出的五大诉求 分别是撤回逃犯条例 收回暴动定性 停止搜捕控罪 追究警方施暴 落实双针普选 港府仍未做出正面回应 为了响应市民的抗争 许多公务员还在网上 贴出了他们的工作证照片 在遮盖住身份识别信息后 他们在贴纸上写下了诸如 谴责警黑勾结 没有暴徒 只有暴政的口号 照片显示 这些公务员来自香港海关 水务署 地政总署等政府部门 就在香港各界批评警方 暴力执法的同时 这些冲在最前线的治安人员 也被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港府二号人物 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上周对媒体承认说 警方7月21号 在元朗的处理方式 与市民的期望有落差 并为此道歉 但香港警务处处长 卢伟聪周一发表公告 表示他对警队近月来 在多起示威活动中 维护公共安全的付出 深感自豪 希望同事们在逆境中 团结一致 奋战到底 有舆论认为 港警不仅在激起民愤 当局的官方表态 反映了港府与警方之间 也出现了分歧 香港评论人士李仪总结说 香港社会目前主要 显现出了两大裂痕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 6月初发布的民调显示 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 反对修订逃犯条例 而支持修订的受访者 不到两成 另一方面 香港建制派近期举办的集会 主要围绕着 支持警方依法执法 反对示威者暴力的主题 而主办方也并未公开支持 修订逃犯条例 有分析认为 反送中体现了港内的主流民意 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 所长李恒青指出 之所以这么多香港公务员 站出了表态 是因为港府近期一再强奸民意 而这轮香港动荡 背后的首要矛盾点 还是民生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矛盾 实际上是收入不平等 香港有很多大的富豪 但同时香港更多的是生斗小民 生活压力还是相当大 这些人和那些 比如说到香港来的 大量的权贵们 他们的这个感觉 就是一个心里的非常 中国政府近日的表态 也无疑加深了建制派 和民主派的分歧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周一首次就香港日前的紧张局势 召开记者会 发言人表示 当地一个多月来的示威和暴力活动 严重影响了香港法治 经济和社会秩序 他希望香港各界 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暴力 并重申了北京当局 坚决支持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执政工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佳奥华盛顿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亚太报道 中国前总理李鹏的遗体 星期一在北京火化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人民大会堂 外交部等各省及直辖市政府 都降半旗致哀 有学者指出 当局高调为李鹏治丧 并突出其对六四事件的贡献 与当局应对香港局势的大方向有关 请听记者乔龙的报道 被负六四镇压骂名离世的李鹏遗体告别式 本周一上午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大礼堂举行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带领多名政治局常委出席告别式 前总书记江泽民也出席了告别式 令不少人感到差异 早上天安门广场降下半旗 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及直辖市党委及政府所在地 以及各边境口岸等一江半起指挨 六十许前往八宝山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 八十二十分左右 有香港媒体记者目睹林车驶进八宝山公墓 参加遗体告别的人士需要出示临时证件 放可入内 经历八九民运的北京独立学者扎建国 当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政府基于李鹏追导会的规格确实不一般 令人有更多的联想 李鹏追导的格式是相当的高 而且是明确的说出 他是在六四中有特殊的贡献 这样使人不能不想到 这跟这个香港的局势有关系 会不会对香港那种严重的警告 人们就很容易把它联想起来的 当天上午 北京当局对多位异议人士警告不得外出 或接受媒体采访 有的异议人士甚至被国宝登门陪护 独立学者孙女士对本台说 今天对李鹏的隆重的遗体告别式 下半旗了等等这一切呢 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又把三十年前的四而六社论 作为他们今天警告香港的一个表态 对李鹏的辅告啊 关于文革那一段超过了邓小平 超过了杨尚昆 超过了一系列六四有关系的当时的中共领导人 李鹏的最坏的作用是什么 四而六社论的起草者 官方此次以政国籍规格为李鹏举行遗体告别式 但受到了舆论质疑 官方辅告特别提到 李鹏在邓小平等元老坚决支持下 旗帜鲜明 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 平息反革命暴乱 稳定了内地局势 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贵州大学前教授杨烧镇对本台说 政府为李鹏瞎半旗之哀 令人难以理解 八九六四即使按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说法 这是一次反革命暴乱 参加反革命暴乱的这些学生和北京市民是暴乱分子 这些人很多被杀了 那么他们是罪有应得 那即使如此杀了多少人 杀了哪些人 他们应该公布出来呀 可是李鹏政府在当时连杀了多少暴乱分子 他都没有一个公开的权威的公布数据 这说明李鹏政府在当时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是独职的 李鹏在六四镇压前夕 对学生和示威者采取强硬立场 导致学生与政府的矛盾激化 又协助邓小平镇压学运 受到海内外舆论的强烈批评 二十年后 李鹏在其日记中虽然做了部分澄清 但仍有许多的疑点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同 对本台说 明月二十一号 李鹏打电话跟邓小平是要解决 造成这样问题 邓小平告诉 叫秘书回答李鹏 说军队没有进程 开会没有把握 军队进程以后开会 并没有把握 而这个整个阴幕里边 可以看得出来 李鹏是完全跟着邓小平在那站 李鹏是一个棋子 他当晚有他的责任 有他的罪恶 邓小平犯的反人类罪 李鹏当然是帮凶 另外 李鹏力主推动的湖北三峡工程 也遭到了中共高层的部分官员 和众多科学家质疑和反对 近期传出三峡大坝变形的消息后 民众对李鹏更加不满 他的死讯传出后 众多网民点赞 北京青年报早前在他辅告下面 摆放了一幅欢庆照片 最后被当局责令删除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据澳大利亚的媒体披露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表弟齐鸣 2016年曾出现在从事赌博 并涉嫌洗钱的私人飞机上 向前请听本台记者北明的综合报道 这一消息是澳大利亚时代报 悉尼先锋陈报和澳大利亚电视九台的 60分钟栏目在其联合录制的题为 撼动澳大利亚根基的调查报道中 于7月28日披露的 60分钟的报道称 从澳大利亚赌场公司 黄冠度假集团内部泄露的大量文件 和内部档案显示 这家公司从事资产犯罪 并与中共官员之间有密切关系 澳大利亚警方据此曾在黄金海岸 搜查了一架前往澳大利亚豪赌 并涉嫌国际洗钱的私人飞机 目标是黄冠度假集团的商业伙伴 和染指中共的男性嫌疑人汤姆周 却不欺然在这架飞机上 发现与之同行的 还有习近平的表弟齐鸣 澳大利亚的媒体报道说 黄冠度假集团为促进赌博 以支付中国销售人员 大量奖金的方式引诱赌客 而2016年10月 被中国警方拘捕的黄冠度假集团 前雇员 曾在上海黄冠度假集团任职的 Jenny Zhang说 澳大利亚的驻华使馆 一度帮助这些赌场的客户 快速获取签证 而她本人则在 28号的60分钟节目中承认 她曾被黄冠重要的客户 安排私人飞机并获取签证 报道说 2016年10月 黄冠度假集团的18名成员 因涉嫌从事赌博犯罪在中国被拘留 不过澳大利亚的广播公司2017年的报道说 被关押在中国的10名黄家度假村员工已经获释 澳大利亚新闻集团下属网站在周一的评论中引述观众说 这个节目被大肆宣传 而且早在2017年就被报道过了 习近平的表弟齐鸣 与黄冠集团的关系怎样 他是否卷入其非法运作 现在还无从得知 2014年曾经有传言说 习近平反腐 大义灭亲 将其表弟绳之以法 但此讯未获中国官方的证实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北明的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 发出一份备忘录 认为世贸组织应该进行改革 解决中国等富有经济体 可以自我定位为发展中国家 从而享受特殊待遇的问题 中国到底应该被视为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再次引发关注 如果失去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中国会受到什么影响呢 今天文台记者林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7月29日在北京例行记者会上 就美方向WTO施压 要求改革发展中国家定位规则 并多次提到中国回应说 谁是世贸组织的发展中成员 按照什么标准和程序来确定 应由广大世贸组织成员协商确定 华春莹并斥责美方 任性狂妄和自私自利 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 与它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这个地位 我认为是不般配的 现在中国有句很网红的话 叫做做人不能太美国了 我们希望美方有些人能够深刻地反省一下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6号 向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发出一份备忘录 指出在WTO现行框架下 近三分之二的成员国可以自定议为发展中国家 从而享受特殊待遇 承担更少责任 这份备忘录特别指出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全球排名第二 是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 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36个金河组织国家中的大多数 中国还拥有世界500强企业中的120家 其国防支出和太空卫星总数仅次于美国 而中国继续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 以享受这种地位带来的好处 而其他WTO成员在为此付出代价 中国金融学者何江斌 在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指出 在现行WTO规则下 发展中国家可以收取比发达国家更高的进口关税 并在对国内市场行业的保护等方面 获得更多优惠待遇 不过中国一方面在对外宣传和扩张方面出手扩绰 一方面又哭穷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 很难令人信服 特朗普在备忘录中指出 现状无法继续 世界贸易组织迫切需要改革 如果美国贸易代表认为 世贸组织的相关改革 在90天内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美国将不再把它认为非发展中国家的WTO成员 视为发展中国家 也不再支持该国的金融组织成员国地位 美国贸易代表还将在网上公布 所有美国认为不当自定义为发展中国家的WTO成员国的名单 美国高地智库研究员秦伟平认为 如果失去发展中国家地位 中国对自己违反世贸规则行为的辩解 将更加苍白武力 比如说中国政府给了一些出口退税 还有一些国有级的大量补贴 让它出口的价格很低 然后就是在世界各地去倾销强占市场 那很多国家对这个是非常不满的 美国当然也非常不满 以后如果说定位发达国家的话 动作起来可能就更大了 中国可能就更处于 就是为自己辩解是很不利的一个状况 不过秦伟平认为 WTO不太可能修改规则 把中国定为发达国家 因为中国虽然经济总量大 但人口基数也大 而且东西部地区存在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很多百姓的生活还很贫困 离发达国家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平 华盛顿报道 最近有关北京可能动用驻港部队 干预香港事务方面的说法 盛效尘上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美国希望中国采取正确措施 解决香港问题 今天本台记者韩杰的采访报道 香港的反送中示威活动 在短短一个多月里升级 并演变成各种冲突以及暴力事件 北京当局将如何应对这场政治危机引发外界关注 香港示威者早前围堵中联办并喷涂中国国徽 中国官方媒体强势发声 称中央权威不容挑战 随后中国军方发消息说 解放军在距离香港400公里的广东湛江进行反空演习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上周被问到驻港解放军 会否介入香港事件时表示 驻军法已经有明确规定 外界猜测种种迹象显示 北京当局可能会武力干预香港局势 对于中国或动用军队解决香港问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认为 公民有合法示威的权利 我们希望中国采取正确的措施 尊重任何涉及香港的相关协议 蓬佩奥是在华盛顿经济俱乐部 29日举办的讨论会上做出上述表述 据了解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马克·卢比奥 以及共同主席吉姆·麦考文 日前也就此发声明 敦促美国政府谴责中国可能派军 干预香港事务的威胁 另外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在讨论会上 谈及了美中两国关系的其他方面 他称赞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做出很大贡献 同时也为美国在阿富汗的项目 以及对伊朗的制裁提供帮助 中国扩大对朝鲜的限制 以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 力度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强 与此同时 中国也尊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虽然我们上星期制裁了一家违反伊朗邮金的中国公司 美国22日宣布对违反伊朗石油禁运令的 中国国企珠海阵容公司实施制裁 措施包括冻结珠海阵容在美国的资产 并禁止该公司总裁李永明入境美国 蓬佩奥强调 虽然美国和中国在价值观上存在分歧 但我们在某些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 因此我们合作处理这些问题 蓬佩奥表示 中国作为它的首要关切国 它将持续关注中国为美国带来的机遇或潜在隐患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韩杰 华盛顿采访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亚太报道 中国近日公布 一天内抓捕了九名所谓京日分子 他们被指控绘制京日漫画 窃取公民资讯 和为反华的京日团体提供服务等 有评论认为 中日关系近日解冻 中国采取这种措施令人不解 今天本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今年6月 在日本大阪举行的G20峰会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达成发展两国关系的十项谅解 中国官媒宣称 未来两国将大力发展友好关系 不过澎湃新闻网报道说 7月28号 中国六个城市的警方分别通报称 抓获了总共九名所谓的京日分子 包括辽宁大连 江苏南京 湖北武汉 和安徽的淮南市等 根据安徽淮南警方的通报 该市被批准逮捕的京日分子张某 喜欢日本漫画 极度崇拜日本文化 制作侮辱中国人形象的 猪头人参系列漫画作品 还刻意歪曲中国历史事实 曲解国内外热点事件等等 本台记者致电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 值班人员称 他不了解这个案情 也不清楚警方会依照什么法律 抓捕所谓京日分子 什么京日分子 我们这边不知道 我想问如果有人说日本好 或者说说中国不好 公安局会认为这个是犯罪行为吗 你要有什么具体事情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咨询其他部门好吧 所谓京日分子 是中国大陆对亲日本中国人的一种称呼 以为精神上的日本人 通常而言 京日分子对日本社会 经济和文化感到亲近 根据一些官媒的说法 这些人常常会发出日本右翼言论 有时会为日本侵华辩护 甚至会有辱华言论 澎湃新闻报道的另一起 京日分子被抓案件 发生在安徽诉讼县 警方通报四名京日分子 搜集两万多个人信息 卖给部法机构和人员 为反华京日群体提供服务 但通报中没有说明 如何窃取了信息 以及卖给了什么样的部法机构 在美国的评论人士 李洪宽表示 目前中国确实有一批极端亲日的年轻人 但以此来定罪却非常古怪 确实有些年轻人崇拜日本的精神 生活方式吧 日本的一切 说日本的好 好的就是往离谱的方向说 说的都不客观的那种好 但是你抓他的话有点过分了 明板的这个以言治罪 由于近日中日关系大幅度转暖 而且日本也没有出现任何能够刺激中国的言论和行动 因此李洪宽怀疑事件是地方警方的作为 有可能是各地的这个安全部门 国宝啊 可能就是骗经费 找不到合适的题目 就是就是就是就随便找些很荒唐的这种 居住在日本东京的华裔专栏作家刘斌表示 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官方和商界代表团 赴日考察人数大幅度增加 大部分人对日本社会印象良好 所以他对中国大范围抓捕所谓今日分子感到意外 上很多人来了以后就非常吃惊 特别是第一次来的 国内接受了一种宣传教育 然后来了以后就那么简单几天 接触那么三两天的那种 表面其实它都完全就觉得不一样 来日本就是一般来旅游都是那么三五天嘛 尤其是很精英的人 来了很多次的都有的 总的一个感受就是让中国真正好的一些文化东西 在国内被破坏殆尽了 但是在日本还留着 最近两年中国政府在宣传上大力批判今日分子 指责他们将自己等同于日本极右势力 歪曲历史和发出辱华言论 不过刘斌表示日本极右翼其实人数极少 他们往往持极端的反共立场 但大部分人却并不排斥中华文化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华盛顿报道 在今年法国嘎那电影节 获得最高荣誉的韩国电影《寄生虫》 原定7月28号在青海西宁的一个影展上放映 但最终却以技术问题为由取消了放映 有分析认为 《寄生虫》这部影片被禁止放映 可能与内容触及了敏感的社会问题有关 今天记者高峰的报道 《寄生虫》描述韩国底层一个四口之家 如何偶然和一个富有家庭结缘 导演奉俊浩利用强烈影像 显示上与下的对比 穷与富的天渊之别 这部电影在今年的嘎那电影节获得金钟旅奖 成为第一部获得这项殊荣的韩国电影 除了在韩国卖座鼎盛 也已先后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 原定本星期天在青海西宁 FIRST青年电影节作为闭幕影片放映 但在影展闭幕前夕 主办方突然以技术问题为由 在官方微博宣布取消放映 《寄生虫》涉及贫富悬殊问题 被认为这就是犯禁的原因 专门研究韩国文化的香港中文大学学者 钟乐伟则表示 随着剧情发展 《寄生虫》从开始的写实讽刺 演变成凶险狂暴 最后更发生疯狂暴力的选案 不排除因而超越了当局的底线 他说当局不让寄生虫供应 只会适得其反 深圳党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负责人 刘开明表示中国社会贫富悬殊问题严重 他估计当局是为了避免机器争论 才不让寄生虫供应 两年前 以1980年韩国军政府镇压 中色媒体提供民众阅的政策 行政院呼吁各机关平衡采购 报章杂志呈现多元的观点 以下是本台主台北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台湾本土派社团台湾教授协会29号召开 公堂购红煤政府请政室记者会表示 行政院日前公布各机关对于危害国家自通安全产品限制使用原则 并未对于采购已有中国资金传播中国大陆立场的所谓红色媒体设定限制 台湾教授协会会长赖正昌说 我们有到中华电讯到邮局到监理所 跟民众有第一手接触的这些单位 我们都有看到说 他们都提供了中国时报这种立场比较亲中的这些媒体 给这些民众 民众可能在不知不觉之中的话 都是接受到了中国自缴的这些新闻的这些宣传 那这对于我们整个的国家新往社会新往都有很大的伤害 高雄市长韩国瑜28号获得了国民党全代会 提名代表参选2020总统 他呼吁侨民写信给侨居地的政治领袖 说明民进党执政三年经济败坏 人民痛苦让两岸陷入战争危险 曾在世新大学任教的导演李永泉分析 韩国瑜的目的在于破坏台湾政府和友邦之间的信任 希望台湾距离民主阵营远一点 距离独裁中国近一点 而今天29号的中国时报社论 望中与韩国瑜的距离写道 望中媒体集团主张以无色觉醒 突破困境超越蓝绿 不能谈独立 第一点必须认同两岸一家亲 同根同源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李永泉说 李永泉还说 这段时间中国时报对于香港反送中运动 都站在袒护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替中国讲话的立场 前台湾大学生命科学院 生化科技学系教授黄清真质疑 今天我们用国家的公帑来购买红煤 甚至是这些红煤自动送上门来 不需要你付钱 这个是不是都是精神食粮上的毒素 是不是应该我们也需要去做防止跟进一步管理的地方呢 对于台教会的诉求 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目前由各机关进行的媒体采购 它所采购的内容 其实是由各机关或国营事业单位 它自己决定的 所以我们也期许各机关单位的首长 它会评估 会判断 会平衡采购 呈现多元的观点 古拉斯强调 台湾是尊重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的国家 呼吁媒体自律 共同守护台湾的民主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几百名旅居美国旧金山的香港人 陆续来到中国城花园角光场 在一张张纸条上写下谴责港府修订逃犯条例 支持香港民主反送中的语句 然后贴在一块块看板上 这就是所谓的联农墙活动 详请请听本台特约记者CK的报道 联农墙活动发源于1980年代的 捷克首都布拉格修道院大广场 人们在一面墙上图写 披头式乐队创始成员 约翰联农风格的图案 和披头式乐队的歌词 到1988年 联农墙成为捷克民众 发泄对捷共领导人胡萨克愤怒的场所 最终演变成推翻捷共政权的风暴 香港的联农墙活动 发端于2014年要求真普选的雨伞革命 延续到今年的反送中运动 起初联农墙出现在金钟下决道香港政府总部 如今联农墙已成为遍布全港18区的民主墙 发起旧金山港人联农墙活动的 北加州香港会负责人林志廷告诉记者 我们要激起香港人支持他们反送中 也是支持他们的五大诉求 我们香港竟在走上灭亡 只要查清源头才可以有救的 同时我们也是赋予美国政府跟国会 尽快通过香港民主关系法 给香港人多一个保障 因为只告诉记者他姓什么 不告诉记者名字 以免回香港时被港府抓起来送中的 徐小姐表示 她贴在联农墙上的句子是 把香港的自由和公益还给香港 我们在美国很多香港人 我们看见最近这几个月发生的事很不公益 而且香港现在一直在暴力在升级 所以我们在这边支持我们香港的同胞 我是在香港长大 所以我有感情 我不觉得香港的问题只是香港人的事情 它是影响中国 影响台湾 影响全世界的 一天前从香港来旧金山进修的黄永康 赶来参加联农墙活动 他说7月21日发生在元朗的 黑社会极度暴力殴打市民的事件 令人发指 这个是绝对不能接受 就是他们居然可以有38分钟 完全没有警察到来保护我们的移民 让他们打的 那些是有些是印度上 有些是平民 他们不是参与抗争的人 他们都打他 这个是无法无天 活动结束时 港人抬着贴满各种颜色纸条的看板 将联农墙送到一英里外的香港驻 旧金山经贸办事处 香港经贸办事处所在大厦外的马路上 形成了独特的景观 引起许多路人驻足观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CK旧金山报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香港的抗议活动尚未平息 台海两岸也似乎出现武装对峙的局面 据台湾的中央社7月29号报道 针对中国军方 周日开始在舟山群岛 以及广东东山岛海域 同时进行军事演习 台湾军方星期一 出动多架次的F-16战机 进行对海攻击演练 并试射两枚空射的鱼叉飞弹 分别击中了两艘退役的中字号登陆舰 成功验证空对海攻击的战术 而与此同时 台湾军方还在九鹏基地 实施了对海对空实战射击 其规模如同汉光演习 报道说 由于中国在台湾南北各方都有军事行动 台湾的上述演习行动 其象征意义备受关注 香港当局暴力镇压民众反松中运动的力度持续升级 据香港的明报7月29号披露 警方早前购入的三部水炮车已经完成了测试 警员本周会在实际路面上驾驶训练 路市约一到两个星期 相关的使用方案也经警方批准准备完毕 水炮最快下个月即可投入使用 另外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 与美国互联网公司谷歌的合作关系 可能远比外界了解的更为紧密 据信息网站7月29号引述内部消息的人事披露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抵制 包括华为在内的安全监令之前 华为仍与谷歌研发了一款发声音响系统 听众朋友 这次的压代报道播送完了 节目的导播是江月 我是嘉远 感谢您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